三個單元的部分就是所謂的回圈 那回圈白話的意思啦 簡單講就是重複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部分的話跟那個 VBA裡面還蠻像的 VBA裡面基本上就是 如果有固定範圍的話 我們用for回圈 但如果沒有固定範圍 我不知道要跑幾次的話 一般都會用file回圈 所以呢回圈部分的話 主要會有兩個,兩種回圈 ok,兩種回圈 一種是有固定範圍 用for回圈 一種是沒有固定範圍 用file回圈 那比如說呢底下 有一個題目叫做 加總1到99 如果我今天希望幫我寫出一個程式 請你幫我把什麼 1加2加3加4加 一直加加,加到99 的加總結果 ok 幫我怎麼樣print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當然你 不是說叫你寫一個 土法鏈鋼的 在這邊寫什麼 寫1加2加深 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喔 首先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 所謂的for回圈 for 後面的話呢 空一格之後呢 會先產生一個變數 一般後面習慣用I 不管好像任何語言都會喜歡用I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們有習慣用forI 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加一個 習慣的 這個 用要in 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剛剛講 for回圈的話 通常會是一個固定範圍 然後呢 這個I裡面的值 會從後面的範圍得到資料 放到I裡面 所以呢 後面的話通常是什麼 一般是說 我們會給一個 給一個什麼 清單 那在那個Python裡面的清單 它的敘述方法上 一個小瓜糊 或者中瓜糊也可以 然後這樣 1 痘點2 痘點3 痘點4 一直痘 可是問題啊 如果今天要到99的話 那我變成說 我要一直痘點到99 才會產生一個清單 那如果類似像Excel Excel是輸入1 輸入2 向下拉 他就 拉到99停下來 他就幫我建一個清單 會簡單很多啦 可是如果今天喔 我要建一個清單 我不要是麻煩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要想到一個 函數叫range 這個range的話呢 他主要的功用 就是幫你產生清單 比如說 剛剛我要產生1到99的話 記得喔 你要跟他講說 我要從1開始 他會跟你講 這個喔 1就是開頭的數字 第二個的話 痘點 停下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 其實你在光浮的時候 底下有個說明 1的話是開頭 2的話是stop stop stop是停在哪裡 要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們要1到99的話 記得請你出入100 因為他會1 2 3 到100停下來 但是不會執行 也就是說 他那個清單喔 會 跑到100之後停下來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1到 這個 99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還有痘點1 這個痘點1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邊有敘述嗎 step step就是 就是中間間隔多少 那我間隔1 可是預設就如果間隔1的話 這個部分呢 是可以省略的 ok 不打沒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你後面加一個帽號 意思就是說 for I 就是說呢 我請你幫我重複做 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請你幫我 把後面這個清單 就是1到99這個清單的值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他放到A裡面去 ok 那for的作用就是說 他會先抓第一個 再抓第二個 再抓第三個 一直抓到99為止 所以呢 I裡面的詞 會不斷的被變動 那如果變動的話呢 ent的話 底下要做什麼 那我要做什麼 我把它累加起來啊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會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Sum 不過Sum好像 它裡面內建 我們叫ANS好了 ANS 這個變數呢 就等於什麼呢 ANS自己本身 加上什麼 加上I就可以了 ok 欸 這什麼意思喔 I的值喔 它會不斷改變 1 2 3 1到99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有個ANS有沒有 我就把它先累加 意思是說 把後面的做完之後 放到前面去 那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請你在 放回圈上面 先讓ANS出十 就是 預設值 等於0一下 跟他講說 喔 我ANS裡面 預設值就放0 然後呢 當I 這個出值的時候 1的時候有沒有 那我就把0跟1加在一起 加完之後做什麼 幫我存到前面去 就特別注意喔 這個就是 做完後面的公司之後 把所得到的值呢 幫我存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ANS預設值等於1嘛 等於0嘛 那I等於1的時候 兩個相加變1 1就存到裡面去 所以ANS當I等於1的時候 它就變為1了 那再來的話 4的話 它下一個 就跑回去嘛 跑回去之後做什麼 就把I的值變2 所以I的值變2的話 那就ANS加上 這個I裡面給2嘛 所以這個加在一起變3 那把3的值呢 再丟到ANS裡面去 那再換 forI I等於3 那這個地方的話 再把他原來的3再加什麼 再加上3 再加上3 變成6 再把6 放回原來的地方 那以此類推啦 再來就是6再加4 加完之後變10 再存回去 放回到裡面去 以此類推 一直到99為止 OK 那我們就讓它跑啦 所以for回圈意思說 幫我把1到99裡面的資料 累加放在ANS裡面 那最後的話呢 我可以把它Print Print什麼 Print NS就可以了 ANS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1加299 那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OK 4950 得到了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要串什麼 串一個加總結果 比如說加總 這邊的話可以 加總 冒號 然後記得 這邊後面的話記得 如果你要串切 記得怎麼樣 要把它轉型 如果沒有轉型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出現 如果這樣的話 兩個 Type L 這之前講過 這個後面呢 一定要是STR 那怎麼樣把它改STR 很簡單嗎 加一個什麼 STR 的函數在前面 再把它ANS 括弧起來 這樣的話呢 就是 原來的文字 加上它裡面的4590 裡面是4590 那因為是數字跟文字沒辦法串 轉型之後串在一起 所以執行一下 加總冒號 4590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寫出那個 這個第一個 就是 如果我要把1加到99的話 程式該如何撰寫 非常簡單 比較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是4圍圈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累加的寫法 那如果寫完之後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也是一樣1加到99 可是我今天希望 改成 只加基數的部分 或者只加偶數的部分的話 那該怎麼寫 比如說 也許底下可以改成 這個基數加總冒號 偶數加總冒號 可以把基數跟偶數分別加的話 那程式怎麼寫 比較簡單 其實這裡面就是 稍微改一下 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能夠被二整除的話 如果能夠被二整除 那表示它是偶數 那反之它就基數 所以喔 這邊其實可以 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加總的寫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其實回圈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呢 盡量就是 徹底理解啦 不要用背的 背的沒什麼意思 其實了解之後 你會發現程式真的不多 試一下喔 加總 請各位寫一個什麼 加總1到99的程式 主要是利用回圈 加上數字累加的概念 那寫完 如果你可以的話 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什麼 基數的加總 跟偶數的加總 分別輸出喔